呃 使我一箭 好险 差点就没命了 可惜了 都摔成肉泥了 身上似乎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里是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师父传我的秘法 至少可以看透 比我高两大境界的修为 但眼前的这俩 我根本看不透 是领狱警 还是斧天将 那个男人是谁 从什么地方来的 幽云山中有什么宝贝吗 居然也来了这种强者 这般大摇大摆地进入幽云山 就不怕惊动 盘踞在幽云山中的五千魂兽 Robot 8 4 1 不 5 本 2 こう 聆 6 6 3 2 管我什么事 那个空间是釜天 他是釜天境的强者 釜天境 难道这头魂兽 就是盘踞在幽云山的那头五千魂兽吗 釜天境是修炼的一大堪 达到这一境界 不论是人类还是魂兽 变斗与生存的大天帝 建立了紧编的联系 可以借用大天帝之力 能够碾压任何未打釜天境之人 我这是招神惹谁了 你们怎么打我都没意见 可干嘛要殃及到我呢 连釜天境的强者都出现了 幽云山庄肯定有问题 如果不是这里有什么宝物 那尊强者就肯定是冲着那头五阶魂兽来的 练杀单独的五阶魂兽 的确要相对容易许多 丢下走了 难道不是为了魂兽而来 什么情况 怎么还有其他强者存在 不愧是釜天境强者 这么抬头魂兽居然不要了 好东西 收 几位联手布下结界 封锁幽云山吧 我们五人坐镇于此 让那些小家伙们去寻找吧 如何 此次我们皇室与天阳学院 紫云学院 丹契阁 要是拥兵团四大势力 一同赶到这里 那件宝物绝对跑不掉 就按天阳院主所说的 我等部下结界封锁整个幽云山 直到找到宝物为止 皇室 天阳学院 紫云学院 丹契阁 要是拥兵团 整个大小王朝最顶尖的五股势力 都聚齐了 这事要做什么 幽云山中 究竟有什么宝宝 竟然值得他们如此大费周章 麻烦了 幽云山被封锁了 出不去了 除了五大势力的强者 还有不少厉害的魂兽也来了 能够同时遣除如此多的 四届以上修为的魂兽 定然是那几个地方 情况还真是够混乱的呀 现在走肯定是走不了了 这些人的修为都太够了 几时战斗的余波 都能够要了我的命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在这里以药汤熬练起身 反正最重要的石莲花也想到手吧 雪儿 你先帮我护法 手则一天多则三天 我就会结束修炼的 少爷放心吧 我会一直守在这里的 外面无论有多大的动静 你都不用去过问 好好待在这个地方就行了 你都不用去过问 这都已经五天了 少爷怎么还没有接受修炼呢 这个药方的瘟氧效果果然极好 我的修为虽然没有变化 可我的力量却大大增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